政治话题要来关 先是蓝白河日前进行了幕僚会议之后 可以说双方是隔空在纠战 南部前现在蓝白河要宣告迫子了吗 日前的胡振英是依旧坚持是要采用民主初选 那么近半执行长金普聪 昨天还举例去年底的北市首长选举 他说当时多份民调都显示了黄珊珊是第二名 但是选完之后却是第三名 这番话摆明是不给黄珊珊面子 只能说像蓝白双方裂缝似乎逐渐加大 有很多假民调策略性民调 就是柯市长自己讲 柯市长再早一些时间也讲过 民调都是用买 拿出过去柯文哲说的民调都是买的 蓝白河最强人选评选机制 到底要用全民调还是民主初选 双方各执一词更不断呛瞎 也让蓝白壳几乎濒临破局 黄珊珊有一段时间一直是第二名 结果出来选举是第三名 特别点名黄珊珊就是因为 当初台北市长选举选前的五份 封关民调中有三份显示 黄珊珊分别有27% 26.6% 以及27%的支持度排名第二 但最后的选举结果 黄珊珊仅仅拿下 25.34%的选票排第三 而金普聪拿出黄珊珊过去不准确的民调 也等同于揭开黄珊珊的败选商疤 所以要举一些例子来 这个证明说自己提的方案是更为可行 所以这个免 所谓我觉得也蛮好 增加大家对于意见整合上面 细节部分的理解 过去大家对全民调虽然有一些批评 但是做法上面也成熟了 核心问题无解 蓝白和能乐观吗 蓝白会后双方仍然各说各话 纷纷强调自己提出的才是最佳方案 一次的选举当中有非常多份的民调 是不是有意的拣选了部分的民调 来呃呈现在大众面前 来呈现出这个民调似乎是不可信 这样子的印象 外界有很多对于呃 这两天蓝白和哦 这个状况的评论啊 我都尊重 但我目前没有看到完全破局的状况啦 面对金普聪的鹰派作风 直至黄珊珊 两边如果都保持强势态度 蓝白之间的裂缝也会越来越大 记者综合报导 时代力量前立委黄国昌 确定没有被列入到 时代力量2020的不分区立委名单 未传他要加入到民众党 而且还会被列入到不分区的安全名单内 不对此呢 这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没有证实 但是也没有否认 拿手板带着受害者一字排开 时代力量立委王婉玉 在立院召开记者会 不过这会不会是时代力量 在立院的最后会期呢 因为2.24不分区立委名单出炉 看不到亮点人物 也不见前立委黄国昌 难道他如外传 加入民众党列不分区安全名单 这样子的传言其实一直以来都有 那至于事实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或这样的可能 我想就是由国昌自己本人来回应 因为我们也没有跟他讨论过相关的问题 实力试图联系都失败 虽然黄国昌早在2020就淡出党务 但如果真退党 等于少一枚战将 实力跟民众党在根本价值上面 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立院剩下三席的时代力量 喊出要靠政治理念 保住五席 立平八席 但党内公职不断退党加速 时代力量泡沫化 而不止黄国昌 传出前总统陈衰变医疗小组发言人 陈昭姿也被列入民众党 不分区安全名单 这个公布那天你就会知道 你没有压堵房啊 在公布之前 柯文哲没证实也不否认 如果黄国昌加入 将为民众党不分区名单增填话题 国会第三大党2020年 从实力变成民众党一起一落 明星小党很快就成为过去式 记者组报道